法治集结号守望平安生活 下面这个案件的被告叫王文娟 一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 但是呢 她却在十年多的时间里摇身一变 成了徐州当地名造一时的神婆 她打着祈福消灾算命的幌子 拒敛了大量的钱财 但是这个神婆啊 肯定没有算到 有朝一日 她会站在被告席上 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个女人就是王文娟 2002年她从东北来到徐州后 通过所谓打扶帮人求福消灾 因为比较灵验 王文娟被很多当地人尊称为师姐神婆 每天来找她的人络绎不绝 倪珊珊和丈夫都是徐州本地人 两人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 倪珊珊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就在倪珊珊的婚姻几近破裂的时候 她找到了神婆王文娟 王文娟为倪珊珊打了福之后 就让她回家静候佳音 后来到12月份的时候我就怀孕了 十个月后孩子顺利出生 倪珊珊对王文娟感激涕零 不过王文娟却说 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 这事还没完呢 她的天我给你送一个那么聪明的孩子 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家庭 然后才能给她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 你们俩一起修 修了之后怎么把你这个生意给修上去 而且你这个孩子在你这个家庭上就很好 此时的倪珊珊对神婆王文娟可谓言听计从 没多长时间 倪珊珊交给王文娟的打福钱 已经超过了四万元 同样是为了求子 刘晓岚的运气可就没这么好了 她就问我 她说你想要男孩女孩 因为我老公比较喜欢男孩 我就说想要男孩 她说想要男孩那我给你调 我给你弄一个什么 什么天上的文娶星下白什么的 我说那得多少钱 她当年给我说四万块钱 找一块嘛 几个月后 刘晓岚顺利生产 不过孩子并不是什么文娶星 而是一个健康的女婴 她当时就很吃惊 因为当时她很有把握的 因为一直到我怀孕的时候 她都说她亲眼看到我 对的里面就是小男孩 而且还能和她对话 她很有把握的 所以当时我们一家人都是找男孩子准备的 与此同时 倪珊珊家的生意也是每况愈下 店里面的生意说实在话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干不下去了 既然没有灵验 刘晓岚和倪珊珊等几个人便找到王文娟 希望能把算命钱要回来 但是这钱出去容易想要回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他就说他说的我就把你们我就把你儿子给你整死 说的你这儿子就是我给你送的 他冲天说他自己晚上活能上天能入地 也能到燕王那去 他说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说像周四一个人很容易的 他说他有这个功力 最终倪珊珊等几个乡客们一纸诉状 将王文娟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返还自己的算命钱 庭审中 王文娟对自己开堂口算卦的事情并不否认 但对收取高额打付钱的事却失口否认 这时原告提出了一个疑问 王文娟在徐州没有工作和收入 如果没有收取高额算命钱 他怎么可能买得起价格不菲的商品房呢 对此王文娟似乎早有准备 说房子是信徒帮他买的 他们都是赵元 还有一个新的老板 他们给我整 庄黄是一个女老板给我整 那在徐州怎么安身呢 安身他有房子 房子哪里的 房子给他买的 谁给他买的 我和另外一个人给他买的 你们给他买的房子 房子不值钱 多少钱 房子当时买的多少钱四十多万吗 就在此时原告之一 许荣又拿出了一个杀手锏 几个皱巴巴的笔记本 这本是你的本吧 是我的 是 里面的内容呢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我瞎写的 是不是记得账 不是记得账吗 是记得账 这样的解释显然有些苍白无力 王文静又表示 从没有强迫原告找自己打服看相 就算是原告给了钱 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对于这样的说法 原告并不认可 你怎么理解他是志愿的和不是志愿的 那如果 他说这个孩子要死了 命保不住了 那你说这个钱套不套 如果说从面上看 是是志愿的 我打比方说 骗的 他会用一种虚拟的一种事实 那么迫使你相信 那么达到他的目的 那么同样这也是 他也是 他利用了一种人经上的一种 这种空虚 一种就是经上的需要 用这种就是 这种看不见的 这种就是鬼神的这一类事 对当事人有一种就是 蛊惑 那么这迫使当事人 会相信他的一种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呢 就是我们认为是不合法的 也是不应该就是得了保护的 法庭审理认为 被告王文静 收取原告费用的行为 属于法律所禁止的 封建迷信行为 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 而原告等人 听信被告的封建迷信宣传 向被告支付款项 请其利用迷信手段 消灾避祸 其行为也存在过错 最终 判决被告向四原告返还算命前 共计十万两千元 对于原告补偿算命前利息的要求 法院没有支持 近期在城市频道的法治档案节目当中 我还将继续详细的为大家来讲述这个案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所谓的神婆是如何炼成的 欢迎大家届时关注 烧日秀 马上回来